因为它的肤感真的太绝了 就有一种绸缎的感觉融化在你的脸上 虽然讲过非常多次 但是它的效果真的是值得我夸它这么多次 这款面霜真的有一种十全大补的感觉 用完了以后感觉它的功效非常的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因为是年末嘛 所以非常的开心 可以开启我的年度爱用系列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视频呢 想来跟大家分享我2022年度爱用护肤品 那为了公平公正的每一个品类 我只选择出了我一样最喜欢的产品 来跟大家做分享 今年一年呢 也尝试了非常多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护肤品 也做了非常多的合集 像雅诗兰黛啊 兰扣啊 切尔氏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频道里面去看 也请大家期待一下 我的2022年度爱用化妆品合集 那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第一样产品 第一个要介绍的品类呢 是防晒 今年一年呢 真的尝试了非常多的防晒产品 尝试了这么多产品呢 还是由一款产品脱颖而出 成为了我今年的年度最爱 就是兰扣的这一款 UV Expert Aqua Gel 这款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水润 而且非常好吸收 在脸上呢 完全不会搓泥 更不会和你的后续底妆打架 这是我非常心动的一点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用它非常的清爽 我用防晒霜呢 非常怕它会跟我后续的化妆品起一些神奇的反应 但这款就完全不会 而且它对皮肤呢 也没有任何的刺激 它的防晒效果呢 更不用说也是很好 是SPF50加 只要我出门去非常晒的地方 我一定首选是这款防晒霜 第二项产品呢 就是年度爱用卸妆膏 一定是颁给Pharmacy他们家的果味卸妆膏 卸妆产品我最看中的肯定是它的卸妆和清洁能力 这款卸妆膏相比我其他使用到的卸妆膏来讲 非常好乳化 乳化速度不仅快 而且呢 它后续你去清洗它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方便快捷 它不会让你的皮肤有闷闷的感觉 非常容易的就可以清洁掉 而且它里面是加了水果的香味 会让你整个的卸妆体验非常的愉悦 基本上我没有在尝试新产品的时候 我一定会用这款卸妆膏 卸妆膏分享完了呢 就是卸妆水了 这款卸妆水呢 真的是我每一天都在使用 就是贝德玛他们家的卸妆水 同样它的卸妆清洁能力非常的强 用水浸湿一个化妆棉 然后敷在你的眼睛上 或者你需要卸妆的固位 大概四五秒就可以把你非常顽固的底妆 全都给它卸下来 让你的卸妆流程会变得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省心 而且它的水呢 也非常的温和 不刺激 即使浸到眼睛里呢 它也不会让你的眼睛不舒服 而且他们家这款卸妆水呢 还有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干燥的话 你可以选择补水版本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在卸妆之后呢 还能稍微的保湿 下一个品类呢 就是化妆水或者是精华水 今年我的最爱呢 就是SK2他们家的神仙水了 神仙水呢 添加了SK2他们家的Pittera成分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达到一个水油平衡的效果 那作为一个混油皮呢 我每一次感觉皮肤比较干燥缺水的时候 用神仙水 它不会让我的油脂过分的分泌 同时呢 在我觉得我的皮肤 触油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用它 它也可以帮我很好的调节平衡 用了之后 我真的明显的感觉到 我皮肤的肤质变得更好了 皮肤弹性会更强 而且皮肤看起来更有光泽 更细腻 水类产品讲完了呢 在冬天的时候 非常干燥的情况下 我还会加一点油 油类产品 我今年的最爱呢 就是江兰他们家的复原蜜 这款复原蜜呢 我也分享过很多次了 那对于我个人呢 虽然我是混油皮 但是我冬天的时候 还是比较倾向使用一些 滋养的油性产品 可以给我的皮肤进行一个修复 有时候我的一些干燥部位 还是会起皮啊 这瓶呢 可以很好的缓解 我有时候秋冬 起皮干燥的一个状态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吸收 上脸了以后呢 完全不会觉得 它是油性产品 而让我的皮肤会很闷 反而是非常轻盈细腻的一个状态 里面呢 还有一种金色的小珠子 每一次爆开它的时候 我都觉得使用感特别的好 它的功效呢 也是非常的惊人 相比我其他的油类产品呢 我觉得它会 让我有一夜回春的感觉 一般我用完它呢 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我的皮肤很快的被滋养了 因为它油会渗入的非常的快 可以让你的皮肤 看起来瞬间的饱满 而且变得非常的有光泽 第二天早上呢 即使冬天非常干的时候 我上妆的时候 皮肤也会非常的顺滑 下一个品类呢 就是精华了 其他的品类呢 可能我还要纠结一下 但是今年的精华 真的我就看准这一款精华 使劲的使用了 就是Mira他们家的 释黄成精华 那从去年年底 我才开始早C晚A 作为一个新手入手的 这一款精华呢 非常容易上手 新手开始早C晚A呢 需要建立耐受 然后这一款的产品呢 非常的温和 它不会有非常刺激的成分 让你的皮肤爆皮 反而呢 我上手的时候用它 会觉得我的皮肤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我还记得我当时用了一周的时间 那个皮肤像刚剥了壳 鸡蛋一样 非常的滑 非常的干净 而且就是脸上 不会有那种坑坑洼洼的感觉 用完这款产品呢 真的觉得皮肤变得非常的光整 后续上底妆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轻松 它的质力呢 也是非常快的 就可以吸收到皮肤里面 不会觉得非常的黏腻 它的效果呢 真的是非常立竿见影 所以今年的年度最爱精华呢 肯定是颁给它的 精华上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上一款面霜 那今年最爱的面霜呢 是颁给亚诗兰戴的黑钻松露面霜 这款面霜呢 价格非常的昂贵 同时呢 也会给你非常奢华享受的体验 因为它的肤感真的太绝了 就有一种绸缎的感觉 融化在你的脸上 这款呢 可能是比较适合熟灵机 来做一个强效抗老的 在我的脸上呢 每一次我觉得我的脸有点垮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 马上会觉得我的皮肤 有一个紧致提拉的效果 质地呢 非常的细腻 第二天呢 你仔细观看你的皮肤 皮肤是可以反射出 那种因为细胞非常紧致排列 而折射出的那种光芒 整个的脸色呢 会看起来非常的好 真的是会给你皮肤紧致无瑕的 一个效果 这款面霜呢 成分是含有雅诗兰戴他们家 独家研发的 四种长寿基因 而且里面呢 添加了黑钻松露 光提唇萃取呢 就需要一万个小时 这款面霜呢 是主打抗老的 可以帮你刺激 胶原蛋白的生成 加快细胞的代谢 还可以帮你深层滋润 你干燥的肌肤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 更加的饱满 还会帮你缩小毛孔 让你的皮肤 看起来非常的光滑 这款面霜呢 真的有一种 十全大补的感觉 用完了以后 感觉它的功效非常的猛 效果呢 也是肉眼看得见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眼部产品 今年最爱的眼部精华呢 就是兰蔻他们家的 大眼精华 这款精华 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铁质的棒棒 这个棒棒呢 可以让你皮肤 感觉凉嗖嗖的 可以让你的眼周肌肤 很快的消肿 而且它里面的精华呢 也是那种淡青的质地 非常的轻薄 不会给你的眼部肌肤 造成过重的负担 我用完它呢 觉得它的功效呢 就是去水肿 帮你淡化黑眼圈 还有细纹 接下来呢 讲的是年度最爱眼霜 要帮给兰蔻他们家的 精唇眼霜 这款眼霜呢 是那种冰淇淋的质地 非常的轻盈 还带有淡淡的玫瑰香味 那作为眼霜呢 我其实最害怕的 那种眼霜 就是非常的厚重 不好吸收 而且会让你的眼周 长脂肪力 这款产品 我用了之后呢 完全不会有这种现象 非常容易的 吸收到你的眼部肌肤里 让你的皮肤呢 变到Q弹 可以很好地改善 你眼部肌肤的一些干涩 还有些细纹的小问题 它的滋润效果呢 真的非常棒 今年最喜欢的 清洁类面膜呢 就是契尔氏这款 白泥面膜 清洁类面膜 我最想要达到的一个功效呢 就是可以帮我去除 我的毛孔里的一些脏东西 而且使用完之后呢 也不会给我的皮肤 造成非常紧绷 非常干涩的一个状态 这款产品呢 我觉得对于前面 我的诉求 做得非常的好 就它可以非常好的 帮我清洁我的毛孔 那基本上我敷完了之后呢 那些黑头都会冒出来 那毛孔清洁之后呢 就可以用毛孔收敛水 然后让你的毛孔缩小一点 但是呢 它使用完 是有一点点小干的 后面呢 我一般会用保湿的面霜 来缓解一下这个问题 但整体来讲 这个是我今年最爱的 一款清洁面膜 接下来呢 就是美白精华了 今年使用频率最高 而且我觉得见效最快的 就是千碧的这款雷射精华 这款雷射精华呢 里面添加了 雅士兰带集团专利成分 UP302 功效呢 就是可以帮你逐一击退黑色素 里面呢 是不含香精也不含酒精的 它的质地呢 是偏gel的一个质地 还挺轻薄 好吸收的 产品功效呢 就是美白淡斑 帮你提亮你的肤色 因为我之前呢 没有很注重防晒 所以脸上是有这种小斑点的 用了它之后 我真的明显的感觉 我脸上的斑变淡了 一般呢 我就是早上使用它 还可以帮我做到一个 提亮肤色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里面的质地呢 也是稍微水润一点的这种凝露质地 它还可以帮你的皮肤增加一些水分 作为一款美白精华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那今年最爱的补水类面膜呢 就是Dr.Jer他们家这个蓝药丸面膜 每一次我被曝晒到之后 我的脸部就特别的不舒服 直接用它就可以缓解我的皮肤的不适 补水效果呢 非常的好 非常的快 在你皮肤极度干燥的时候呢 用它真的可以非常快的 缓解你皮肤干燥的一个状态 冬天啊 夏天晒伤之后啊 都是非常适合使用它的 下一个品类呢 就是身体乳了 今年这么一年 尝试了很多的身体乳 我本人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年四季 皮肤都非常的干 基本上我睡前 或者平常皮肤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需要一个 非常好缓解 我皮肤干涩的一款身体乳 今年最爱的呢 就是Fresh他们家的身体乳 这款身体乳呢 虽然讲过非常多次 但是它的效果 真的是值得我夸它这么多次 相比其他的身体乳 你还需要好好地揉搓一顿 让它进入到你的皮肤 它基本上倒到你的皮肤上 你只要轻轻地一按压 它就可以进入到你的皮肤 皮肤瞬间冲水之后 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 现在秋冬天嘛 比如说你的手 你的腿 比较干燥 真的就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 效果真的非常惊艳 有些身体乳呢 就是光味道好 但是它非常的难吸收 这款呢 它不仅味道非常的香 而且呢 它很好吸收 下一个品类呢 就是发油 今年的年度最爱发油呢 就是卡施他们家的这款 这款发油使用之后 真的可以即刻地看到你的头发 更加地有光泽 更加地柔顺 而且它会帮你减少 你干燥和分叉的一个现象 它里面呢 还有一些香味 所以会让你的头发变得香香的 那我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吹头发的时候 快要干的时候 然后你加一点这个发油 然后你把它最后吹干 头发整体看起来质感会非常的好 最后的一款产品呢 就是润唇膏了 今年最爱的润唇膏呢 就是Carmac这一款 小黄罐润唇膏 这款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是它会稍微有点凉凉的 薄荷的感觉 当你放在你的嘴上的时候 真的感觉有东西渗入到你的嘴唇里面 然后让这个嘴皮没有那么的干 还是要看你是不是喜欢上嘴凉凉的一个效果了 它的滋润效果非常的好 一般呢睡前敷上厚厚的一层 然后第二天早上嘴上的这一层皮呢 就会非常的平整 后续涂口红呢也不会卡纹什么的 以上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2022年度最爱护肤品了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你今年最爱的护肤产品 那我们年度最爱化妆品视频再见了 拜拜